人潮聚集 台北捷運劍壇站 每個人低頭認證書寫 就是為了完成反萊豬公投聯署書 知道啊 反萊豬啊 那妳也反萊豬嗎 對啊 要不然我幹嘛來 我就是跟我爸媽來啊 就是想說也就參一咖 85年是以後的人都很願意過來 而且他們都是過來就直接說 我想要簽聯署 所以我覺得很多年輕人 其實也都是很熱衷於參與公共事 看到蠻多比我還要年輕的人 都比我還要熱血都這樣衝過來 而且還帶很多份聯署書回去 然後給親朋友一起寫 從年輕人到小朋友 訴說響應聯署的心情 看到許多民眾不會寒風出門支持 特別感動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羅志強 展開圍期三天步行捷運站 蒐集公投聯署書 10號更在聯署透露 他走到腳都痛了 也不打算休息 換雙彩色布鞋 還要繼續上路 吸引不少人到場 填表支持 我們是從景美站出發 然後他就一路追 都沒追上 他最後追到終點到 中正紀念堂站 他追到我就 他就說天氣這麼冷 但他已經走到流汗了 剛剛就有一位民眾他趕時間 他就一直寫錯 一直寫得越錯越急 但他還是留下一堅持要寫完 結果他就說他錯過他的車子 發出去大概發出去三四千份 那現場田大概回收大概有將近一千多份 除了羅志強分享暖心故事 後山花蓮的反萊豬公投聯署站 也是超級熱絡 五千份聯署書發光光還持續加印中 而國民黨主席張啟成 也在臉書PO出一張照片 表示一位長輩顧不得頭上 還有洗髮泡沫 就是要跑來完成聯署 認真模樣讓他相當感動 華鋒也轉眼痛批蔡政府 竟還選擇忽視廣大民眾心聲 很感動但是也很心好 為什麼這麼冷的天氣 蔡政府你捨得讓民眾 為了自己的健康的擔心 然後出來聯署 蔡總統過去曾經講 如果讓人民在寒冬中 出來抗議的話 這個政府應該感到羞愧 我不曉得蔡政府會不會感到羞愧 反萊豬公投二階段聯署全面啟動 週日藍營大咖現身台中街頭 號召中台灣民眾 國民黨也規劃秘密武器 投入宣傳工作 就是這輛粉色戰車 當時是前總統馬英九 競選總統時的皮卡車 考量維安規格 當時還特地加強防彈能力 如今改裝成反萊豬宣傳戰車 再度上路征戰 國民黨火力全開 有數位諸葛亮支撐的科技長 簡秦佑也精進數位黨部APP 國民黨有一個官方軟體 叫數位黨部 當點開數位黨部 點全國服務處那邊的話 就可以看到 你最近的連署點有哪些 用這個APP的地圖功能 讓大家可以方便找到 你自己最近的連署點有哪些 我們自己觀察到 比如說像是那個 台灣豬漲價這部分 就有引起比較多年輕人 跟中間選民的關注 對 所以我覺得 會慢慢的越來越多人 漸漸關注到萊豬這部分 簡輕又分析萊豬議題 逐漸喚醒年輕人 還有中間選民 對公共議題的關心 這回反萊豬公投 國民黨邀請民眾動起來 展現人民監督力量 解台北走吧